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说他们待会都可以造铁幕加上核弹 我的盟友是个盟俊 好 我们坦克直接过来 先把这个房子给他整掉 好 先不着急往后面退一下 我们待会可以从殡影里面多造点这个动影片 你看这个绿色 这个家伙他是直接双中开 而且他在中国里面竟然捕牛车 哎呀 和这个队友也在捕牛 这个开局三万块钱又不是卡钱 现在这么着急造牛车 看来他这个架势就是想打一个后期 但是我们肯定不想拖到后期 拖到后期的盟俊的优势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他可以拖身心还有超时空闪电 好 我们多造点这个动物兵 利用这个动物兵扛伤害 然后我们这个坦克在后方的输出 这个红色绿色的他们肯定点不住 因为我们这几个坦克是带了火力的 好 现在我们铁幕装置出来了 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铁幕装置出来的时候呢 看了一下 你看 立马了三个超级武器都出来了 而且魏国那个紫色的 他那个超我比我要造的快哈 好 我们这里动物兵 加上广之兵呢 就准备直接的往左边 先把蜀国的这两家给带走 不过我们这里倒是整个拎包个呢 准备对吧 凤水摸个鱼啊 搞个基地 搞个猛进基地哈 好 再来一种 目前手上呢还有两万多 这个钱呢一定要最快的 把它花完哈 好 动物兵直接往前 然后坦克在后 这个绿色你看 他是直接三种啊 这个小红呢想过来 但是没有用 你看我们这个带火力的坦克 加上这个小兵扛伤害 这个绿色的坦克根本都打不过 这样子 我们这个坦克一冲过去 这两家是不是 那就顶不住了 好 冲进去 然后先把这个机场给他整掉 哎呀 这个红色还造的黑银战机哈 好 打掉重工 我们这铝带车里面有工程师啊 可以过去呢 把红色这个猛进基地对吧 给他摸一下 好 工程师把这个基地刷个漆 现在我们这个铁幕装置呢都不需要使用哈 反正你看 绿色呀 已经没什么坦克了 红色的基本上已经废了 但是这个时候啊 注意看中间 中间这个紫色来了哟 紫色他是手上有铁幕的哈 我们赶快先套上铁幕 把他的坦克呢 先消耗一下 哎呀 这个家伙的飞机 把我基地造了 但是没有关系哈 我们还有个基地 好 坦克上去继续互相伤害 但是你看 魏国呢又来了一个粉色 这左边的红色没了 我们只能把前方的坦克对方 全部派回来 刚刚把头上那些坦克是带火力的 还是比较猛哈 但是对方呢 他们是三个书军 有三个铁幕 我们只能战术性的往后一推 这个中工没关系 把他卖掉 反正我们每个地方呢都有中工啊 好 粉色想过来 直接点着他的坦克把他赶走 现在右下角呢 这个超级武器是比较多啊 什么 核弹啊对吧 超时空啊 铁幕 而我的队友黄色呢 发展到现在的话呢 啊 这个做大实验室啊 才刚刚出来 他好像还在中国里面造了个基地哈 感觉我这个队友呢 就是个猛星宝宝 不怎么会玩哈 你看这个坦克坦克没几个 蒙军的连个小飞人啊都没有 所以看上面那个男色哦 说要个坦克一不离啊 两步跟没有在这里摆姿势摆造型啊 因为他铁幕装置的已经好了 好 对方套上铁幕 我们是造了间谍啊 没关系 他这个坦克的大老远的啥 你看顶多就是消耗一下 但是关键问题是啊 你看后方 后方这两家紫色粉色也来老远 这三家坦克一下冲过来 是不是不太好顶啊 没办法我们只能套上铁幕 先把这一步的顶住 这个时候注意看左边 左边这个西凉那个橙色的 这个家伙呢 他不准畏果对吧 要过来整我的基地 当时呢我那个基地好像呢 你看想跑了还跑不掉 被他整掉了 注意看这个粉色 粉色它是粘档的 还带了三个自爆卡车 他们现在有铁幕还没有用哈 既然没有用 我们就上去先整一步消耗上 他们那个紫色的铁幕是好的 一直没有用哈 好我们这个坦克带火力的 把这个坦克给他呢全部吃掉 现在我已经没了基地了 不过好在刚刚我们呢 把兵营啊加上坦克都拖了一星啊 还可以造点飞行兵 只不过这个时候呢比较卡车 好我们给他们拿一发核弹 你看我这个退油到现在坦克就这几个 造了一些多个人 这个家伙呢倒是在那个下面啊 用一个坦阳手桥 估计呢还是可以撑一下对吧 保护一下我们那个地板上的建筑啊 我看他呢造的东西啊也不是很多 开局三八块钱 加上牛车采矿 我感觉他手上应该钱是比较多啊 但凡呢造点飞行兵对吧都好啊 然后呢你看这个粉色套了铁幕 但是我们坦克呢一直往后退 他这个坦克过来呢也打不到什么东西啊 这家伙呢冲上去把我队伍呢 好不容易啊造了半天的坦克呢 可能几乎上都争亡了 而且这个魏武还在水里面啊造了这个五队战舰 这五队战舰呢 蒙军的防空啊根本是顶不住啊 如果是苏军的赖车呢还是可以顶一下 感觉这局是不是没了呀 我们下面的这个重工啊 高科呢感觉马上呢就守不住了 还好我们在左边你看 这个地盘还有重工啊 而且我还有个核弹哈 这魏国的三家呢感觉都挺废玩的 有一个蓝色呢 他在水里面直接造了四个船厂 说明呢他们手上有钱 因为又带箱子啊 开局是三万块钱 这个经济呢相当的充裕啊 目前对方铁木啊核弹 他们都是有的 粉色啊紫色蓝色 刚刚呢是那个西凉 好像是用了一波超时空 但是他那个超时空呢 也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 感觉这把是不是有点不太好顶啊 因为你看粉色的坦克呢 在这里俯视单单 加上右边五位栽戒 你看对方核弹来了呀 我们只能把这个建筑卖掉 刚刚我的队伍呢黄色 他直接受不了呢 选择弃我而去 他是不是不知道了 这什么情况 好歹对吧 乘两下 照个坦克呢守着桥头 毕竟我那里还有个核电厂 好注意看中间 中间 这魏国呢有一家 大老远的套了铁木 他是不是面对我这些坦克有点荒呀 那么远就用了 哎呦还在这里你看 铁木接力 感觉的就是想慢慢的对吧 在我面前秀 但是他这个铁木接力 你说能打什么东西 我们这坦克一冲过去 他这个双铁木 是不是属于了发力辐烧 好 现在我们还有个中共还有核弹 关键呢就是下面还有个核电厂 因为这个核电厂呢是比较硬 但是注意看这里啊 对方来了三个五位战舰怎么办 这三个五位战舰一开炮 我这个核电厂那肯定就没了 但是千万不要慌 我们这里有个超市工兵 我们把这个核电厂呢给它动住 像这个超市工兵啊动建筑呢 在比赛当中啊它是不允许的 一般这种娱乐呢 倒是无所谓 没办法核弹呢只能选择卖掉 这个重工呢也只能卖了 目前呢我们就只剩下一个核电厂 这个重工你看被它换掉了 好把它的坦克一整 然后打到这里呢那个西凉的橙色呢 也是直接知道 那么接下来注意看 卫国呢三家对吧 粉色紫色蓝色 他们都有铁木加上核弹 而我们呢只有最后一个建筑啊 就是这个核电厂 你说我们这一局还怎么玩 对方只要一波铁木 或者呀他们三个人的核弹 一起对吧砸我这个电厂 我这个电厂呢肯定的没了 然后你看他们这个卫国就比较有意思啊 铁木呢就是大老远的就用 他这样子一用过来呢我们呢对吧 后退就行了看到没有 他们这个铁木接力的呀 你们接力我就跑路嘛 结果呢追看粉色在左边 感觉他们是想对吧 左右包夹我 果不其然想过来包夹 但是下面这个没有铁木了哟 我们这个坦克是带了属性的 又有三星带火力带防御 他这个坦克是不是根本打不过呀 好我们冲上去 把粉色的坦克呢给他全部吃掉了 现在粉色的核弹呢马上就好了 紫色呢加上这个蓝色的核弹呢 倒是时间还很久哈 那么我们肯定不会给他机会啊 因为这一个核弹呢 炸我那个核电厂是炸不掉的 看没有 只能炸掉三分之二哈 好我们坦克直接冲进去 他们现在坦克数量刚刚对吧 已经浪费了哈 想造蜘蛛没有用 我们这个坦克可以边退边打 这些超武呢我们肯定对吧 要给他全部拆掉 先拆核弹 好再把这些什么超武啊全部呢给他们整掉哈 其实呢这一局啊我去打到这里呢 他们只要造一个东西我就没了 就是了那个基多夫 但是再看看我们运气对吧 非常的好 在那个右边有个小角落哈 那个地方开局有个游戏 我们有个超市公民啊 当时的捡那个坦克 刚刚呢捡到一个猛进的基地啊 注意看哦 对方在家里面造了game body啊 这个粉色哎呀 我们赶快过去把粉色的建筑拆了 但是呢刚刚我又听到这个基多夫 看没有紫色野兆了 哎呦他们这基多夫呢只要冲过去把我核电厂一整呢 我估计的话立马就没了 但是注意看我们那里有个基地啊 也不知道呢他们有没有发现 反正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啊就是呢 把他们的建筑对吧全部拆了 好对方用了一发核弹没有关系 他这个核弹炸不死我那个核电厂 好把它修一修就可以了 我们打掉紫色的建筑 现在紫色的话呢 只剩下核电厂 宽厂呢 还有高科这些啊 只要把它建筑一拆啊就行了 因为他那个基多夫呢已经奔走到核电厂去了 然后打到这里呢 我这个队友黄色的还在 他在这里说话了 他说队友你怎么这么厉害 其实只能说一般对吧 只是说呢 我们这个红警精神啊非常的王强 这个家伙呢 感觉扛不住他吧 直接直爆了 我们把粉色建筑一拆 但是注意看 紫色的核电厂已经过去了哟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那个小岛上呢 还有一个基地对吧 你看我们这坦克是不是完全就是一天改命啊 面对这卫国三家六个超五 我们这塔的一撑过去 他们是不是很难受啊 好打到维修厂 这样子只是就没了 我估计呢 他们也没料到这一局呢 我们可以赢哈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